現在定員第十六條請宣讀條文 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七 因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之基礎 受顯著破壞有處理未生活重建事務之必要時 八 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之重大需要 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九 承認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未滿五年 十 除遣款情形外成為候選國民法官 經通知道庭未滿一年 前項年齡及期間之計算 均以候選國民法官通知書送達至為準 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記憶者得拒絕被選認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一 年滿七十歲以上 二 公立或以立案私立學校之教師 三 公立或以立案私立學校之在校學生 四 由重大疾病傷害生理或心理因素 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五 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有嚴重影響其身心健康之餘 六 因看護養育親屬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七 因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至基礎受險出破壞 由處理未生活重建事務至必要時 八 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之重大需要至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九 承認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未滿五年 十 除遣款情形外 成為候選國民法官經通知道庭未滿一年 前向年齡及期間之計算均以候選國民法官通知書送達至為準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員第十六條 由下例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被選認為陪審員被位陪審員 一年滿七十歲以上 二 公立或以立案私立學校之教師 三 公立或以立案私立學校之在校學生 四 由重大疾病傷害生理或心理因素 致執行陪審員被位陪審員職務顯有困難 五 執行陪審員被位陪審員職務有嚴重影響其身心健康治癒者 六 因看護養育親屬致執行陪審員被位陪審員職務顯有困難 七 因重大傷害 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之基礎受懸著破壞 有處理未生活重建事務之必要者 八 因生活上 工作上 家庭上之重大需要致執行陪審員被位陪審員職務顯有困難 九 承認陪審員或被位陪審員未滿五年 十 除簽款情形外成為候選陪審員 經通知道庭未滿一年 前項年齡期間之計算均以候選陪審員通知書送達至為準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被宣認為參審人被位參審人 一 年滿七十歲以上 二 公立或以立案私立學校之教師 三 公立或以立案私立學校之在校學生 四 由重大疾病傷害生理或心理因素 致執行參審人被位參審人職務顯有困難 五 執行參審人被位參審人職務有嚴重影響其身心健康之餘 六 因看護養育親屬至執行參審人被位參審人職務顯有困難 七 因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之基礎受檢驟破壞 由處理為生活重建事務之必要時 他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之重大需要執行參審人被位參審人職務顯有困難 九 承認參審人或被位參審人未滿五年 除前款情形外 成為候選參審人經通知到庭未滿一年 前項年齡期間之計算均以候選參審人通知輸送達至為準 宣度完畢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代表之發言 請陳交華委員 陳委員要發言嗎 來 請陳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針對剛剛前面十二條提到的十八歲的資格認定 在十六條就有明定 就是如果在學的公私立大學的學生 剛好就是因為在學 他們其實是可以拒絕擔任國民法官的部分 所以這個十六條其實已經有許多資格是可以被選定 可以拒絕來擔任 那我在這裡再提出為什麼這個參審或者是現行的這個司法的制度 是讓人民沒有信心 像有一些這個金融的判決 譬如說在TRF的判決裡面 一審贏了這個民間的人士 一審贏了二審 卻遇到了不合理的判決 那他們對這個法官的這個判決是非常的憤怒 就是說一些這個判決的理由並無法被接受 就是不被信服 那就判定這個民間人士輸了 然後這個銀行這邊就贏了 那另外在土地徵收的部分 在屏東呢 有一個案子也是一審贏了 二審相同的情況也贏了 但是隔壁的相同的情況呢 一審贏了二審卻被判輸了 然後這是這個屏東高公被選為這個土地管理者 所以現在這個受害者 他們每個禮拜都要到教育部門前 去靜坐去抗議 那這個也是所謂的恐龍判決 為什麼我要提出這樣子的判決 就是在現行的這個司法制度之下 其實是存在一些有可能被左右的案子 被判的這個被認定是恐龍判決 所以今天呢我們希望更多 所謂的土地徵收或者是 這個金融爭議的一個司法的這個案件 能夠以後也採陪審制 這樣可以讓更多的證據浮現出來 也可以避免恐龍判決 好 以上 接著請林施明委員 接著請林施明委員 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晚安 我想這個 今天討論第16條 基本上16條我們是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我還是要重複我剛才講的 對於今天我們在這邊審國民參與審判法 到底這個時機點適不適合我們台灣的社會 把我們的參審制度在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後天 我們就把它刪讀通過 我想這個個人的看法 尤其對於說參審制度 把我們的整個適用參審的範圍限縮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 因為剛才不管是時代力量的版本 時代力量版本好像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就應該是用國民參審制度 那麼我想時代力量可能就是剛才那個 我們邱遣志 邱委員邱律師 那對於說為什麼會定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就應該是用國民參審判制度 我想這個部分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我的看法是跟邱委員一樣 我是認為應該把這個罪設定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就把它適用國民來參與審判 不管是用陪審制 或者是我們現在講的要參審 那因為就是說我們行政宗法第31條規定 所謂的罪情本行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那麼它就是強制辯護案件 也是我們常在講說什麼叫重罪 重罪就是指三年以上最新本行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那我們在這一個我們這一次的國民參審法的一個版本 把它現把這個所謂的重罪是講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然後一樣它也是可以這個就是強制辯護 如果有時候這個被告沒有選任律師的話 就由這個法院來指定辯護人或者這個律師 所以我們認為在刑事訴訟法裡面 既然已經把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定為重罪 那為什麼我們的國民參審法這個部分 竟然會去沒有依照我們過去刑事訴訟的一個制度 就是把這個重罪也是把它歸類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最新本行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這個就叫重罪 這個體系上我們認為說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我們也認為說不管民進黨剛才也沒有把這個 為什麼把這個罪 把這個國民參審制度限縮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 這個立法理由也沒有說得很清楚 只一味的講因為人力不足因為我們的經費不足 我想這真的對司法改革是非常非常沒有誠意的 所以我們還是個人還是認為 我們既然有誠意的話就把這個柄做大 而不是把國民參審制度限縮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謝謝 接著請林維州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晚安喔 剛剛我聽到這個民進黨的委員喔 為了支持司法院提出來的這個參審制 這個是以前民進黨委員都反對的 這樣子的制度 現在他們全力在支持 然後回頭 批評以往他們強力支持的陪審制 那批評的內容喔 我也仔細聽啦 像我們柯委員柯總召啊 他就講講到一點很重要的 他說Hung Jury的時候怎麼辦 說陪審制怎麼行得通 如果沒有辦法達成一致決議 人就放走了 只要有一個人說他無罪就要放走了 那還得了啊 這不就是陪審制最重要的精神嗎 這不就是法律上的被告無罪推定嗎 這個不就是你們以前追求的價值嗎 被告是要無罪推定 我們要完全確定他有罪 才能判他行嘛 我不是法律人耶 但是我也知道這個道理 結果現在竟然在柯總召的口裡面 變成他反對的理由 說這樣還得了啊 只要有人認為他沒罪 這個人就放走了啊 有疑慮 那他是有罪嗎 這個叫做是有罪推定還是無罪推定啊 我被你搞混了你知道嗎 這不就是陪審制 人民參與審判最重要的精神嗎 竟然你們用這樣的 他最重要的價值跟精神 來反對陪審制 以前你們強調保護人權 每個被告都不應該被冤獄判決 你們常常在救援 可能被冤獄的判決的這些人 恐龍法官恐龍判決 要怎麼改善才能讓願意減到零 減到最少 陪審制就是一條方向 這是我聽你們以前講的 結果你們現在竟然用這樣子的無罪推定的陪審制 來反對陪審制 然後強力支持司法建制體系 司法院提出來的最小幅度的司法改革 那你們還講得下去啊 我都快聽不下去啦 拜託的啦 以前的價值繼續堅持吧 接著請鍾嘉賓委員 主席在場委員身近夜已深了 我們就輕聲細語來詳細的討論 從13條到16條的差異 老實說 從各黨團一開始的版本 這四個條文是沒有任何差異的 直到後來 國民黨團民眾黨團提出 將23歲下修為18歲 剛剛在討論當中呢 也有人來提到 被選認為國民法官到底是一種權利還是一種義務 剛剛在我的發言當中 我都強調 他是個權利也是個義務 從第13條 第12條 我們看到了 他很清楚的 他有他的積極條件 到了第13條呢 他有提到的消極 為什麼哪些人不得被選認為國民法官 到了第14條又再度的提到 有些人基於他的職務 他的能力 能力太好 太專業 也被限制不得被選認為國民法官 這倒是很特別 就是因為六位國民法官數人來擔任 我們要避免專業人士在裡面發揮了 他的一個權威影響效力 獨自有一點 在第14條的第12款 只有是說未完成國民教育者 可能擔心他的表達或的判斷能力 不然的話 在第14條當中 基本上是限制太專業的人 到了第15條 基本上是迴避 我都講過了 但是到了第16條 我們看得清楚 整整十個條款 第一 年滿七十歲以上的人 他可以拒絕被選認為國民法官 為什麼 各黨都一樣 難道是年齡歧視嗎 難道是年紀大的人 就沒有那個智慧來擔任國民法官嗎 不是 所以國民法官他這個義務呢 他要有很大的負擔 所以第二款 公私立學校的教師 第三款公私立學校的學生 因為他們的學習的工作的時間關係 可能不能來擔任 其他各款 包括身心健康不能升任者 經濟條件不能升任者 有家庭要照顧的義務者 不能升任者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 甚至包括後面幾個條款都說 如果你在一定期限內 已經曾經被選認為國民法官 已經進了這個義務的人 你可以拒絕被選任 所以從第16條款就看到 國民法官全然前面有十二十三十四 這些十五這些條款呢 好像說他是一個權利 事實上到了第16條我們很清楚看到了 被選任為國民法官 他是要付出的 他是要耗費時間的 他甚至會影響到你的經濟生活的 基於這樣的原因 我們很慎重的保障了一些國民 讓他們可以免除 有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的義務 所以從這裡要很清楚看到 各黨的意見都差不多 大家不要搞混了 應該要把它視為這樣的義務 要審慎的賦予國民來實施 謝謝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請問您 表決結果 出席70人 贊成3人 反對56人 棄權11人 贊成者少數 修正東一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東一條文 民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事只要必須解決 心合併你 人家會窩心合併 原位基金 師夫人狼 但身後下 魚目 師傅 正 在 拍照 黃 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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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出席70人 赞成9人 反对56人 弃拳5人 赞成者少数 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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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